访华结束后 马克龙仿佛变了一个人 正在成为欧洲第一个敢于公开反对美国的领导人 在访华前 冯德莱恩就对外发表演讲称 中欧不能脱钩 但是欧盟应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寄托 而应该缓脱 欧盟在削减对华依赖度上 不能硬脱钩 要软脱钩 正是因为冯德莱恩的对华不友好 让中法两国连一个礼貌性的接待都没过 法国拒绝冯德莱恩搭乘马克龙的专机 让他去做民航自己来 显然马克龙是不想冯德莱恩跟着一起来的 中方就更加不待见冯德莱恩了 单独给予马克龙顶格接待 而冯德莱恩就随便他吧 当马克龙访华结束 收获满满的回去后 立马就毫不留情的打了冯德莱恩的脸 马克龙表示欧洲不能成为美国的追随者 应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一个是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一个是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这真的是旗帜鲜明 在马克龙看来 美国才是妨碍欧洲战略自主的外部威胁 中欧相隔万里 不存在任何领土争端 也没有地缘对抗 是天然的合作对象 马克龙主张的是 连华抗美利用中国去制衡美国 从而谋求欧洲独立 战略自主 冯德莱恩就完全不同的 他的主张是连美制华 在国际舞台上 配合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和打压 不仅要在经济上与中国逐步划清界限 还要在政治军事上压制中国 甚至在必要时候介入台海冲突 这符合美国和英国的利益 但不符合欧盟的利益 在整个欧洲 英国是最积极介入台海争端的 为此英国不惜与日本达成相互驻军协议 把英国海军部署到了日本 在针对陆权强国时 英美日三国是一致的 即采取大陆平衡战略 对欧洲大陆而言 美国也是一个离岸的超大型岛国 美国要控制欧盟 就必须在内部瓦解欧盟 并给欧盟制造一个外部强敌 让陆权国家相互内斗 俄乌战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欧盟和俄罗斯大打出手 美国远在北美 拉着欧盟一起下水 把欧盟的能源体系打崩了 制造业也打得大规模外流 最重要的是 欧盟内部的东欧北欧小国 都被纳入了美国的防卫体系 欧盟成了一盘散沙 俄乌战争直接摧毁的就是德国 法国对欧盟的领导力 美国已经完全超越德国法国 成为了真正的欧洲之主 我其实很早就说过 台海冲突 欧盟介入的可能性很低 最主要的原因是 欧盟介入台海冲突 没有利益 在俄乌战争中 东欧国家有安全需求 害怕俄罗斯西扩 不断扩张领土 北欧的挪威和丹麦 西欧的荷兰和比利时 南欧的意大利 希腊和西班牙 都在能源生意中 可以分食俄罗斯的利益 向挪威就取代了俄罗斯 成为了欧盟第一大天然气供应国 一年油气收入超过万亿人民币 支援乌克兰那都是一点点小钱 根本不放在眼里 可德国法国则损失巨大 既要高价购买自己小弟的天然气 又要给自己的小弟支付各种过路费 成本最后都摊在了德国法国的头上 而德国和法国为了欧盟一哥的体面 还不得不带头军援乎克兰 这么一波操作下来 欧盟两大核心得法都被搞惨了 其他小弟们又都跟着美国跑了 别说战略自主了 欧盟以后的话世人到底是德法双核心 还是美国直接隔空领导欧盟 都难说了 这就是马克龙要联华抗美的根本原因 当冯德莱恩喊出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时 马克龙直接喊出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不仅如此 马克龙还公开反对美国 在台海方向挑衅 刺激中国 马克龙明确提出 欧盟不能卷入台海冲突 欧盟要自立 不能去做美国的跟随者 更不能像美国一样煽风点火 而很微妙的 作为对台独等势力的震慑 我随后发起了环台岛战备警询 和联合力剑演习 请注意时间点 4月8日开始 而这一天 马克龙刚离开中国 我不知道时间点上是否有巧合 大家自己体会吧 但中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 欧洲想必都很清楚 在和冯德莱恩会谈时 中国领导人就撂下这样一段话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谁要是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做文章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不答应 谁要是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妥协退让 那是痴心妄想 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斩钉截铁 掷地有声 我们常说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对欧洲而言也是如此 在马克龙看来 欧洲不能成为美国的小跟班 相反 欧洲应该利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争取经济独立 军事独立 政治独立 成为世界第三级 也就是说未来的世界 应该是中美欧三足鼎立的世界 这也是在为台海冲突铺垫 如果中美台海冲突爆发 法国是不会下场的 既不会援助美国 也不会制裁中国 不仅法国要这么做 欧盟都应该这样做 不参与 不对抗 不下场 对中国而言 这是最好的局面 因为中国不怕美国 怕的是美国拉拢整个西方世界 对中国实施全面经济制裁 可如果欧盟中立 东盟中立 中东中立 俄罗斯就算不帮中国 也会保持中立侵华立场 仅凭美日韩澳联盟 在西太平洋地区是挡不住中国的 韩国有孔中情节 还有一个北方大兄弟虎视眈眈 是最可能在关键时候跳反的 在西太平洋 美国真正的盟友只有日本 澳大利亚从中国赚的钱太多了 身上有严重的资本主义的软弱性 连铁矿石都采取人民币交易了 让澳大利亚去为台海流血 那就更加不可能了 中东和解 中国与中东 在去美元化合作上 取得了重大进展 欧洲自立 中国和法国实现首笔人民币天然气订单 还交换了上千亿的订单 因美国的全球霸权存在 任何区域性自立的本质 都是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马克龙有着欧洲战略自主的决心 可我并不看好 因为欧盟内部太多利益分歧了 法国想要欧洲自立 那是因为法国是欧盟领导者之一 可对其他欧盟小国而言 谁当大哥 他们都是小弟 欧洲战略自立 并不等于其他欧盟小国战略自立 小国做不了大哥 只有选择大哥的权利 谁给的利益多 就认谁做大哥 马克龙空有雄心壮志 但法国还没能力去领导欧盟自立 但从未来看 欧洲作为世界的一己 肯定要有自己的战略自主 这对法国有利 对欧洲有利 也对世界和平稳定有利 当然 在美国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遏制 围堵之际 欧洲保持公正立场 与美国保持距离 对中国也有利 什么是外交艺术 这应该就是外交艺术吧 做好最坏的打算 但要尽最大努力去争取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中国的春季外交 也确实让人刮目相看 或许若干年后回看 欧洲战略自主的重大转折 就来自马克龙这次访华之行 来自中国领导人的良言相劝 那真就是历史的一段佳话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